ч. 。 inating 好,現在進行國事論壇,每位委員,花緣3分鐘。 請許委員、育仁花緣。 院長還有各位長官們還有各位立法委員同仁們大家早安 在過年前台灣台南發生了令人心痛的地震 我們的執政行政團隊也盡最大能量修復這次的傷痛 在最快的時間找到應變的方式補救當時所需要的物資還有應變的方法 今天我想跟各位談談台灣以一個過去做硬體整合非常好的一個國家 我們有這麼好的一個硬體整合的能力 我們在科技防災上可以多做一些什麼事情 我想今天的災害的發生其實已經難以預測 那如何用政府還有民間的力量做一個整合 我想談談就是第一個是數據的收集 data的collection如何在大數據裡面 在當災害發生的時候可以快速的得到整合的一個發布 那第二個事情是台灣未來要走一個物聯網式的這個整體的國家的建制 那我們可不可以把物聯網整個感應器的系統 佈建在整個台灣會高度發生災害還有地震的危險的區域 當災害發生的時候可以透過物聯網的啟動 展現很多不一樣的可能性還有快速應變的措施 那第三個我想談的是政府如何跟民間產生一個外包合作 譬如說我們有很多的這個民間在做開放資料 譬如說我們的G0V還有很多的這個民間的政府 駭客松這樣的組織怎麼樣在防災救援上做出科技防災 軟硬整合的可能性 第二頁 接下來我想用一個日本福島發生的例子跟各位分享 在我手上拿的這個呢 是在日本311福島海嘯發生的時候 核電廠被沖毀 所發生的一個災難 他們所研發出來的一個裝置叫Safecast 這什麼東西呢?其實很簡單 就是讓日本的福島災區的居民 他們可以帶來這個東西 他們到每一個地方去的時候 可以去檢測 去檢測當地的輻射線的狀態 所以透過這個這樣子一個簡單的硬體 他就可以知道在什麼地方 那個輻射線是重要的 是危險的 然後是需要被關注的 那這些資料重新收集到之後呢 他們可以用來研究 將來當日本在當地發生重大地震的時候 該怎麼樣去行動 所以這個也是我們台灣可以做得到的東西 那我們為什麼沒有做到 第三個 這是當時地震發生的時候 품 vegan 貽樂 好 這是 真的 變成一個建築局,富富合? 好,謝謝 許委員 現在請陳委員歐伯發援 谢谢大家